這個方法是黃昏相扣 來 誰要告訴我 各位 這個題目 你有三種不同的處理方式 是哪三種呢 我來問 可以問嗎 我來問龍哥好了 讚喔 你覺得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這些方法我們上回全部都教過 我們現在只是把它統整在一起 然後把整個觀念重新再亂一次這樣而已 你覺得你 好 全部列出來 那就是樹狀圖了 來 稍微寫上去 第一個就是樹狀圖 等一下我會帶你畫一次 不用擔心 把所有的情況由左到右 按照順序把它列出來 樹狀圖 然後請同學記得 它前後兩天的天氣變化形態 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存在 所以當你發現有這種固定模式存在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紀錄下來 那我們紀錄的方式大約有兩種 一種叫做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它狀態一直不斷地在進行轉移 我們有一個單元學到那個叫什麼東西 什麼矩陣 轉移矩陣來寫上去 同學 樹狀圖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轉移矩陣喔 轉移矩陣是個很大的重點 來 轉移矩陣 那也正因為它前後兩邊有一個固定的形態關係喔 這個同學你應該知道跟什麼樹列有關 地回樹列啊 對不對 地回樹列就是前後兩項嘛 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對不對 所以同學 這個題目你大約可以從這三個不同的觀點切入 這樣可以嗎 那它考題本身在設計的時候 它也有可能就是包裝成各種不同的形態喔 它可能題目表面上是在考地回樹列 但其實它是在考轉移矩陣 這樣你了解嗎 它會把題目進行包裝 有時候它會看起來像在考轉移矩陣 但其實它在考地回 所以這三個東西觀念是同的 好 我們現在不妨真實的來做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不用每一個選項都來講 因為我覺得你們應該 應該可以自己做啦 那我只是利用這個題目來講觀念喔 它這個題目它說 已知喔 觀察當天是下雨天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畫樹狀圖 來 我們一起來齁 如果今天我們要用樹狀圖來處理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就開始來 從第一天開始畫齁 欸 來 德學剛開始是下雨天對不對 欸 你們下雨天要用什麼 用R好不好 Ran 第一天是下雨 Raning 好不好 好 再來 經過一天之後 你的天氣形態有兩種 一種是Sunny對不對 Sunny就是放晴 一種就是還是下雨 對吧 樹狀圖就是這樣一回事 好 那現在同學我們現在呢 把那個機率寫上去齁 如果今天下雨的話 隔天是晴天的機率是多少 欸 根據題目的意思齁 頭學今天如果下雨 隔天是晴天的機率是多少 呃 二分之一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二分之一 那隔天是雨天的機率呢 也是二分之一 這個東西齁是一種平行時空分割的概念齁 同學你懂齁 今天下雨 那明天可能是一個晴朗的明天 或者是一個下雨的明天 所以明天齁其實它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你懂齁 如果你有看科幻小說 有一種類似的想法 就好像你現在齁做了一個選擇對不對 會讓你的明天的人生產生不同的變化 就好像明天對不對 我們去投票 啊投了你後 欸 我投支持這個或支持那個對不對 可能就導致不同的結果 這是這種平行時空的概念齁 這個有一次我看那個科幻小說 然後就類似這種感覺 好 這是經過一天之後的狀態 這樣可以嗎 然後如果再經過一天 來 我們把這個樹狀圖畫出來 欸 再經過一天齁 可能它是晴天 可能它是雨天 然後這個是晴天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雨天 這樣 OK嗎 樹狀圖就是這樣 你就慢慢畫 好 如果今天是Sunny Day 如果今天是晴天的話 那隔天放寢的機率是多少 放寢的機率 欸 我看一下電話 今天如果是晴天 那隔天放寢的機率是三分之二 對不對 這邊是三分之二 OK 然後這裡是多少 這裡就是三分之一 OK 那如果今天是雨天 隔天是晴天的機率 這裡是二分之一 那這裡是多少 二分之一 好 這樣了解嗎 這是經過兩天之後的狀態 那當然樹狀圖你可以一直不斷的畫下去 只是樹狀圖表面上看起來簡單 但是如果你要討論比較多次的情況 你當然這個樹狀圖的結構就會變得比較怎麼樣 變得比較複雜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它下面的選項 像它的第一個選項 它就問你說 兩天之後是晴天的機率 欸 同學你看這個地方 兩天之後是晴天的情況有幾種 欸 兩天之後是晴天的情況是這一種 你看把它框起來 這個或者是這個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透過樹狀圖來處理的話 你只要利用條件機率的審法原理 請注意喔 我這個樹狀圖上面寫的這些機率 全部都是條件機率 對吧 這些全部都是條件機率 所以你把樹狀圖的這些機率乘起來 其實你是用到所謂的條件機率的乘法原理 好 那兩天之後是晴天的機率 那你就算一下唄 OK 來這裡就二分之一乘多少 三分之二 來 二分之一乘上三分之二 再加上 OK 二分之一乘多少 二分之一 好 所以這個算出來會等於 來 我看一下齁 這個是三分之一 再加上四分之一 好 通分 所以會變成十二分之七 對不對 是不是十二分之七 欸 OK嗎 好 同學你了解嗎 所以像它的第一個選項應該要打勾 對不對 它說兩天之後 是晴天的機率是十二分之七 它是正確的喔 像那個第一個選項你應該要打勾 這樣了不了解 這個就是樹狀圖的概念 所以同學 樹狀圖可以做對吧 欸 那我問你喔 這個東西為什麼會跟轉移矩陣有關係 很多學生他會用轉移矩陣解題喔 但是他不知道那個轉移矩陣 它的概念是怎麼形成的喔 這個轉移矩陣喔 它的概念是這樣 來 我這邊講一次給你聽喔 這個轉移矩陣喔 來 同學你看我這邊喔 這個轉移矩陣我們首先喔 先來定義兩個東西 來 我們定義喔 A n 跟誰呢 跟B n 同學你知道A n 是誰嗎 我現在規定喔 這個A n 叫做D n 天是晴天的機率 這個A n 叫做D n 天 D n 天是晴天的機率 晴天 OK 那B n 就代表什麼 這個D n 天 D n 天 是什麼天 是雨天的機率 下雨的話 這樣可以嗎 而且同學你應該知道A n 加上B n 會檔多少 A n 加上B n 會檔多少 A n 加上B n 會檔1喔 這個A n 加上B n 是不是應該會檔1 因為那個D n 天 它不是晴天就是雨天嘛 對吧 然後你觀察這個數狀圖 其實我們現在高中課程的它的設計 它是環環相扣的 導演你從這個數狀圖可以看出 前後兩天的那個固定的模式 所以我現在如果問你說 欸 那D n 天的狀態 欸 同學D n 天的狀態 來 請看這邊喔 欸 D n 天 可能是晴天 或者D n 天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雨天 好 導演你看喔 欸 不是D n 天 應該要考慮它的下雨天 來 D n 加 1 天 N 加 1 天是晴天 或者D n 加 1 天是下雨天 來 這個地方同學請看喔 如果它的下一天是晴天的話 其實你回歸到它前一天的狀態 其實有兩種 它前一天的狀態可能是什麼 欸 它前一天可能是晴天喔 或者它前一天可能是什麼 或者它前一天可能是雨天 對不對 對嗎 對啊 那D n 加 1 天嘛 它那一天如果放晴的話 你觀察這個樹狀圖 它前一天的狀態可能有兩種 它前一天可能是晴天 或者前一天可能是雨天 那如果前一天是晴天的話 其實你告訴我 它前面這裡要乘上多少 欸 前一天如果是晴天的話 隔天是晴天的機率 這邊是不是根據這個樹狀圖 這個乘法原理 這裡要乘多少 這裡要乘三分之二喔 欸 有看到嗎 對不對 那如果前一天是雨天 隔天是晴天的機率是多少 二分之一啊 這裡是不要乘個二分之一 瞭解我在寫什麼東西嗎 它D n 加 1 天的狀態 會跟它前一天的狀態 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存在 我已經盡量講的不是很數學 這樣你聽懂 那同樣的話 D n 加 1 天如果是雨天的話 那你就要看它前一天的狀態一樣有兩種 可能是晴天 那也有可能是雨天 前一天如果是晴天 那隔天下雨的機率是多少 是三分之一 對不對 前一天如果是下雨天 隔天是雨天的機率是多少 二分之一 哇 所以同學你看喔 這個樹狀圖的結構 我現在把它用這樣子的一個遞回關係 去把它記錄下來 對不對 這是不是一種遞回關係 而這種遞回關係 我們發現喔 欸 這個傢伙 我看看這個要怎麼寫 這一個東西 欸 來 我用綠色的粉筆 畫一個波浪線 這一個東西 它可以把它寫成 我看看喔 這樣子 同樣你覺得這東西啊 它是不是基本上長得很像什麼 欸 舉證的乘法啊 對不對 數學家後來發現 這個東西喔 可以用舉證的乘法記錄下來 這裡叫做三分之二 然後這裡是多少 二分之一 然後這裡是三分之一 然後這裡是多少 二分之一 同學你會做矩陣的乘法對不對 然後乘上 來這裡是什麼 an 然後dn 然後會等於 來這裡是什麼 an加1 然後這裡是d什麼 n加1 好 我等同學喔 你把它寫上去好 這個固定了前後兩天的模式 數學家發現 他可以用矩陣的乘法去把它記錄下來 矩陣的乘法你會乘對不對 用前面這個矩陣的列項量 跟後面這個矩陣的行向量去做什麼機 去做內機 你看三分之二的an加上二分之一的bn 是不是會等於an加1 就是他 然後第二列成第一行 三分之一的an加二分之一的bn 是不是會等於bn加1 沒有錯 同學這個東西喔 這個東西就是一種數學的記錄方式 這個叫做第五位數列對不對 然後這個第五位數列 我們用矩陣的乘法把它記錄下來 這是另外一種記錄的形態 而這種記錄的形態它本身非常厲害 同學你告訴我 這個矩陣鼎鼎大 這個矩陣我們稱為叫什麼矩陣 講話啊 它可以把你前後兩天的狀態做轉移耶 你看第二天的狀態乘上這個矩陣之後 會得到下一天的狀態 這個矩陣非常有名 稱為叫什麼矩陣 稱為叫轉移矩陣 來我們把它寫上去 還記得嗎 這個矩陣我們稱為叫轉移矩陣 選CG matrix 來轉移矩陣 OK 轉移矩陣有一個特徵 同學你有沒有發現 轉移矩陣它每一行的元素 加起來都會等於多少 都會等於1 對吧 轉移矩陣每一行加起來 都是1 然後這個AN跟BN 同學你告訴我 這也是一個矩陣 這個矩陣我們稱為叫什麼矩陣 你說 這叫什麼矩陣 這個稱為叫狀態矩陣 OK 這樣可以嗎 所以同學你看喔 你把現在的狀態乘上這個轉移矩陣 就會得到下一個階段的狀態 這個東西叫轉移矩陣 你了解嗎 而且你在寫轉移矩陣的時候 同學你要注意它的原則喔 它的原則是什麼 這裡是這樣喔 這邊我這樣子拉一個箭頭過來 然後這邊拉一個箭頭下來 我們以前講過 上面這個箭頭代表是什麼 現在啊 對不對 然後下面這個箭頭代表是什麼 那種未來嘛 對不對 這是現在 然後 然後